高雄这名人士呢 则是因为失业离婚 加上小朋友要开学没钱缴学费 因此呢动了歹面当小偷 去偷民众的包包 但还是被逮捕了 而被他人知道 嫌犯只是生活困苦 加上自己的物品全都找回来 反过头来包了2000块钱的红包 要帮他找工作 揭示器画面拍下 切贼走到住家席楼 见到一辆机车 偷偷摸摸到了旁边 接着蹲迪身体 一把拿走包包后逃逸 现金的话就一万 一万二一万三 然后整个包包的价值 大概会超过十万 被害人包包全都被小偷拿走 报案后警方寻线逮人 而证讯时嫌犯也坦诚犯案 因为他失业离婚 还要抚养一个 就读果一的小孩 沉重的生活压力 也让他选择下手 而且嫌犯只偷现金 一万2000元 其他物品之后就随意丢在空地 然后就把其他的那个笔电啊 还有他的整个包包 还有手机都丢去在 我们辖区爱国路的一个空地 被害人赶到派出所 嫌犯立刻归还现金 而知道嫌犯处境 被偷物品也原封不动的归还 被害人立刻包了2000元 帮助嫌犯生活 因为我觉得与其去惩罚他 不如就是让他有 有自己跟自力更生的能力 让他这样就可能 不会再去偷取别人的财物 被害人念头一转 把怨念转化成为善念 虽然小偷犯案后 还是依法被送办 不过单纯的窃案 也因为被害人的善心 让案子增添了不少温馨气氛 街鸿许慎 高雄报导 都是中国 Stadt alone 出品的爱人 ю暗 优火 老缴 老缴 出品 这 老缴 老缴